武松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最后就以这样一种成佛作主的这样一种姿态 出家的这样一种状态 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武松的一生对咱们的启发 和鲁志生的一生对咱们的启发 可以相对比 经过这样的一种对读 你可能体会出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头 所包含的超越了普通百姓的一种深刻的思想内涵 而这种思想内涵里头恰恰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各种精髓的主性 这就超越了像《水浒传》作为一种江湖好汉的故事 这样外债的那个故事 好 这是咱们讲这个武松 要讲武松的时候 那么讲武松的时候咱们也注意到一个特点 实际上小说在写武松这样的人物形象的时候 他不是单纯的就写武松 他是拿武松和很多相类似的人来进行对比 这是《水浒传》小说描写人物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金圣炭在平定梁山人物的时候 曾经推举武松是上上之人 他评价到武松天人也 小说里头讲武松是神人 金圣炭评武松是天人 说他故具有武达之阔 扩大的气势 林聪之独 林聪是不是独 林达武达论 阳志之正 财敬之良 软气之快 力亏之真 无用之劫 花如之雅 卢俊一之大 石锈之锦 也就是说像武松这个人几乎是无所不包的 所以才是与众不同的一个英雄 金圣炭又特地拿鲁志森和武松做比较 他说鲁达自然是上上互 写得心力厚实 体格扩大 论出鲁处 他也有些出鲁 论精细处 他亦甚是精细 然不知何故 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 像鲁达已是人中绝顶 若武松只是天神又大断及不得住 金圣炭的这样的一种感慨 可能也能传达很多读者的一种感慨 就拿武松和鲁志森来对比 咱们可以看到 一个是花和尚 一个是五行者 而且他们同样都是忠诚的军官 都是揪揪武夫 都和佛门沾点 因缘 性格当中也都有那种勇猛 粗犷 踏帅 真挚的那样的一个方面 但是小说写来两个人 完全不一样 都会混淆在一起 在全大正关系的故事当中 咱们看到鲁志森先是听了 金师傅里的控诉以后到凡里 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 表现出义愤和急躁的特点 为了别人能够义愤和急躁 这个很少见 这是鲁志森 但是到了第二天 他去到郑主妇的肉铺里头的时候 他并没有马上发出 这么急躁的一个人 这么暴躁的一个人 他不着急发作 他反而是故意提出 一连串刁砖古怪的一个要求 来为了郑主妇 把郑主妇激怒了以后 他才动手 因为郑主妇是被他激得 我狠说你这不是特地来消遣我吗 鲁志森在路火中烧地说 沙加特的就是要来消遣 于是狠打三拳 把郑主妇打的 口里只有出的气 动弹不得了 所以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鲁志森突然的换人打 我发现自己性质太急了 怎么能这样 观天或而之下 就把人给打死了呢 于是他那边拔不便走 在走的时候 还回着头 指着郑主妇的尸体 这个被打死了吗 你炸死 我没打死你啊 大家都看着这么多人证 你是假死 撒家和你慢慢理会 我后头再来找你 然后马上回到夏祖 回到他家里住的地方 卷了些衣服盘缠 带了些饮料 赶快就走了 赶快就跑 所以这样的一种描写 你可以看 董志森的确是 初中有戏 虽然他性急暴躁 但是却不是理智 随时 有收 有放 不是只有放 他还有收 能够恰到好处 就这样了 你也不可以看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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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